首先感謝那個透過小婷的關係 介紹一下我們來跟你一拜訪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會想要跟主委這邊講一下說 剛好我接到一個委託案幫 老保軍的硬化服務系統 做診證跟REDESIGN和前端的部分 然後想要給你看一下我們做出來的頁面的設計 然後有一些問題想要當面請教一下 那開始之前我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團隊的成員 對對對我們公司叫Apple Studio 然後我們其實主要的服務是有做網頁設計 還有數位行銷 還有包含URUS的設計 還有做一些數位行銷上面的Banner設計 還有做一些Motion graphic簡單的動畫這樣子 對我們有這些服務項目 那其實我們未來是想要把它做成 那個Digital Branding品牌數位化的發展這樣子 這一塊其實在國外已經行之有年 在台灣我們希望往這個方向推進 對 那我們團隊裡面成員蠻多的 那我們今天來的部分 因為其他城市還在幫別的案子這樣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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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應該弄一下 對 我們有設計 我們有寫生室 也有一些負責管理跟策略推廣的同伴這樣子 對 其實我們的團隊成員 對 那其實我們成立不久 所以我們案例不多 但是我們靠的都是把我們的作品拿去國外比賽得獎 對對對 而且都希望可以延伸到他們未來其他的宣傳 而不是只有做在網站上一物多用的概念 那這一個有得到一個德國GermanDesigner獲獎 然後我太太說他不能來 所以他希望讓你看到他 對 對 那算是我們的一個小的成就 那也是因為這樣的成就讓我們接到其他像老闆局這樣的案子 那我們設計公司比較特別是我們有一個philosophy 叫做AGTC 那其實是從那個生物的DNA演變過來 那因為我本身有念chemistry跟bio的背景 然後我就胡思亂想就想說 欸品牌核心價值是不是也有這四個項目 所以我就梳理出四種 一個是art 一個是growth 一個是technology 再是conscious 那其實在發現各個企業 如果你要成就為一個很棒的企業 我們認為這四個要點都必須要同時具有 例如像apple大家一定對他的科技很有印象 他的企業規模經營成長一定有他的一個模式存在 或者他沒有辦法在全世界管理這麼多員工供應鏈 那art這件事情是最多人去探討說 科技與人員的交會點創造出來的藝術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在人群關懷跟環境議題上有一些作能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概念可以用在很多企業 我們也希望臺灣或者是臺灣的企業也可以朝這個方向發展 所以我們都用這個模式去跟我們的客戶溝通 幫他們找到更新的可能性這樣子 算是我們比較有跟一般設計公司有一點不一樣的方向這樣子 好那以上是我們簡單的公司簡介 那另外的話我就直接進入主題 是介紹勞保局意化服務系統 對那這一個系統我就不贅述現在的版本 因為就是公家單位的版本就是那個樣子 對那主要的部分我們分四個角度來講 是頁面布局來講的話 我們就做了兩個type 那這兩個type分別是針對不同的身份 一個是個人的身份登錄 一個是公司廠號我們叫做投保單位的登錄系統 他會有兩個不同的登錄介面的縫 對那並且在每個縫裡面我們都去做一些輔助區的定義 還有一些區塊的定義去切割他的資訊成績 那來自於說這些比較細項的頁面的功能 都是有去做一個更詳細的定義出來 那這是不一樣的呈現內容 都會有不一樣的訊印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的呈現 然後其實個人的畫面就會有一個不同的區域 他可以做什麼樣的功能 就像一個dashboard的概念 然後這是像一般資訊呈列出來的 表單單位的排列方式 對那我們也有參觀到UI Key 所以其實我們在做design language的定義是定義的非常 盡量能定義多詳細就定義多詳細 顏色的定義 我們最常用的主色系是橘色在這個系統 那橘色的使用比例就比較高 所以我們在那個區域的話就是比較大一點 讓大家可以知道 那次次就是表單的成績方式用綠色 然後再來的話一些比較重點的提示 我們就是用點點去表達這樣子 因為政府的網站還要有符合無障礙規範 所以這一些部分我們還要先去做射網測試 對去先Predit說這個部分的對比度 在無障礙規範裡面是不是可以OK這樣子 就我完全了解 對對對 想問一下那個APP的部分呢 可能是也會沿用你們這套系統嗎 我目前聽到的說法是APP會移除 哦OK 對未來他們有可能就是走WD 就是你RWD如果做得好的話 其實你就從WD上安裝那個網站就好了 Yeah, exactly 目前局內有這個想法 所以這個案子我們做RWD 禁表支持 好,繼續 對對對 還有一個我們就是放置字體字體成績的定義這樣子 對,然後還有Layout的定義 我們才有8PT為一個元件 然後去定義 8的倍數去定義每個元件的距離這樣子 對,然後還有表格的定義 還有這些就是細部的元件 這是資訊的元件呈現 每一個icon我們都請設計師手揮 OK,做到這個程度 我們希望代表國家做細一點 是 對對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有一些使用者體驗 比如說流程優化怎麼標出來 你是在第幾步中 這應該是 過去的系統可能沒有 現在的系統把它加進去的 對,還有就是說 申請的流程怎麼樣把資訊很簡單的呈現 提醒、警告 比如說我們做了一個鈴鐺的概念 就像Facebook或Line的鈴鐺提示 它其實可以點鈴鐺 就可以知道一些特殊狀況 嗯 對,然後表彈用話怎麼填寫 我們也有去思考 這些填寫流程 還有多元化這種方式 但是還有像手機板介面 我們剛剛講到每一個頁面都有盡量做RWD OK 然後有一個特別是新手上路 這個系統上線之後 我們預期它的變革會非常大 即使它的流程是一樣 對於操作者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變革 如何不要重演氣象局 性感的狀態 我們特別在新手上路 有特別特別的去設計一些巧思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組織 也是我們找設計師去繪製出來的這樣子 對 那當然變成說 我們新手上路 其實現在的政府在Q&A這一塊 就是把所有資訊塞在一起 所以像過去身分別不同 你要查詢的介面都在一個 其實你根本找不到你想要什麼 所以我們這邊很強調在搜尋上面的分流 你是什麼身分我就給你看相對應的資訊 不是你的身分我們就不會給你看這個資訊 因為那是干擾跟非必要的 對 所以我們在這一塊有做得很細這樣子 對 所以以上的部分是我們在UIUS的設計 One more thing Yeah One more thing 其實我們這案子還有包含到前端 是 所以我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設計可以用Design Language去定義 Coding可不可以 我們在一般人是應該是可以 對應該是可以 但是我們在跟勞保局溝通 有好有帶感情的地方 好的部分是以上的設計 勞保局是接受的 我們其實很感情 因為政府單位願意跨出這一步 我們現在覺得很appreciate 但其實人是彈心的 我們希望說在前端技術或系統技術上 如果也可以一起有新的觀念進來 會不會更好 對 那所以其實去年在跟小林聊天的時候 我們就講到這個案子 一開始的一個狀況是 我要支援什麼 瀏覽器 嗯 對 那其實我們一直說服局內 微軟都不支援了 你們要支援就是了 對 以天荒地老的真愛 對 我們拿出很多數據 在2020年 我今天在辦公室再update一次 去年我抓給勞保局的時候 IE是大概百分之三吧 然後現在已經剩一個奇史了 對 然後其實我們也收到一些情報 就是說政府單位其實在今年已經陸續編 大規模預算做系統的升級 對啊 對對對 所以變成說 這只是一個其中一個點 另外一個點 比如說 螢幕的尺寸要不要支援 以4比3為標準 其實對我們來講 現在大家都用16比9 對 但是受限於這個case的規範 我們還是得做這樣子的一個golden sample 不過我這個是什麼 10比7嗎 對 所以還好我們做RMD 對 亂七八糟比 對對對 不過typically 我們先做1440為標準 來去做這樣子的部分 那點出這個點是在於說 其實後面後面還有很多 我們在系統開發上 有很多我們想要提供新的做法 那其實我們的創意總結 他用心的寫了一段很長的話 然後我大概放了一下 其實我們想要講的重點 其實是這個 我們在溝通的時候 收聽到幾個現象 我們想建議用Viu 然後大家會講說 Viu是中國人 不可以用 然後我們覺得API開發可以用 Swagger 然後他們說 Swagger是雲端很危險 沒有啦 Swagger其實是近端也可以放 對 我們得到訊息這樣 然後React太新了 不可以用 我們聽到很多事情 React太新喔 對 太新 然後 我以為一個人會說 React太舊不能 對 然後 講到後面 除非我們拿出我們生命去保證 否則都不可以用 就雅典娜的那種方法 對 燃燒 類似的消費之後 對 但應該說 我們這樣做的目的 其實是一個點 是在於說 這個系統預計 2021年上限 甚至局內希望年底就上限 他們非常喜歡趕快上限 不過你要用到2030年 大概只有API driven的方法 我們所有的侵犯裝置不一定會survive 對 尤其是XR這一類的東西 現在這個案子是用ZQuery跟Futrap作為規範 對 那當然未來這個東西不是說會停掉 只是說這樣的技術是2020年的主流 那我們是科技大國 我們這個狀況下面就是我們的擔憂 其實我們可以一切都不管 照著規格就把事情做完 但我會覺得今天來跟主委聊天的時候 就是想要講一下 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就是人跟鬼我們都請 就差神沒請出來 有一個前端之神嗎 前端之神也沒有辦法 我們也盡力了去說服 他自我介紹裡面 對對對 就是這一位 就是這一位 對對對 感謝神的 呵呵呵 好有 OK 對對對 所以以上是我們這個案子的介紹 想說 有機會可以聽到 你們的看法 有沒有什麼神譽啊 對 呵呵呵 他竟然竟然那個簡化還翻 對啊 對啊 OK 那個目前的版本當然 絕對是你們不管怎麼做都是比較好 我剛開了 發現在Mac上它是標開題 對 非常奧妙 因為它的字型是系名題 新系名題標開題 那Mac上面有前兩個 但是如果你有就是灌一些這個相關的軟體 你會標開題 對 所以就變成了標開題 所以啊真的是非常懷舊的 對 你看就知道 對這樣的一種半信 那不過我想 如果它的標案的規格裡面有特別說一定要支援IE某個特定版本的話 那這個確實是有改進的空間 因為我們不管是政府的那個數位服務專責也好 或者是我們自己資安相關的就標準主態 GCB也好 這些其實我們都目前就是說如果微軟都不支援的話 那我不知道我們要支援幹嘛這樣子 對那所以我想先釐清的是說 它是有把IE8或IE11或什麼直接寫在那個規格裡嗎 它有一份系統規範 在去年的時候寫的 他們就是寫到 應該解釋一下 這個標案的架構是NEC去跟大王資訊一起得標 對 那我們算是NEC他把這個前端跟設計案切出來給輔助 所以我們算是勞寶局跟NEC跟Apple Studio三方一起cowork 對 那在一開始NEC有寫了一份規範 它是有寫說涵蓋到IE的使用 對 沒有 所以這是一個 可以擴大解釋 沒有請繼續 對 我們也想擴大解釋 甚至建議說不要 對 但是其實在勞寶局的角度是說 他們公家單位希望有一個叫做E-巡 而且這個E-巡不是根據資訊information 是例如假設今天國發會或是某個單位 有announce這件事情 讓他們去遵守他們會覺得比較OK 其實我們剛剛提的這些項目 都是一樣的問題 對 就是有沒有一個地方是可以依選 然後那裡依選是官方出來的 然後並且這個資訊是新的 有啊 就是政府網站營運交流平台 對 webguide 有 存在這樣的東西 有存在這樣的東西 對對對 你就找webguide就好了 哦 www.webguide.nat.gov.tw 他顯然不是用標台提 好 他事實上有做滿多事情 包含導入使用者中心設計工作方 或者是應用性測試的服務檢章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即時檢核系統啊 油量儀表板啊等等 大概都就是比較先進的啦 都會有 那而且他的這個應用分享裡面 甚至還有分享一位互動設計師 呃 零設計師 對於健保快一通 真的打掉重量的那個互動分享 因為健保快一通 本來只有幾十萬人用 忽然變成很多百萬人用的一個狀態 對 那所以這個除了說就是會去檢查一下 醫生開的就是診斷碼有沒有搞錯之外 那最常被檢討的就是他的移用性了 所以他們會很主動的去做 那也有跟我們辦公室合作 我們每年會有三十個intern 然後去給這個就是國發會 這個網站運教的平台 當作新鮮的 不是 當作那個 當作這個引導新的設計理念的 這個類似數位的青年大使這樣吧 去類似你們這樣的做法 去引導他們的設計的方案 這樣子 它不像是一站式登山 就是這樣子來的 以前都是要分別的天堡 我們現在有一個一站 Hike店台灣的這樣一個網站 所以如果你看這個政府網站服務管理規範 或者是政府數位服務轉責的話 那其實絕大部分這邊提到的依據 都可以在那裡面找到 哦 了解了 包括清核性 視覺設計 文字樣式 圖片多媒體 相容性 等等等等 哦 那他也會定期局做更新 那當然了 哦 OK OK 所以好比像說他就是應該要用 HTML5的這個標準 對 那這件事情就是說 與各家常見瀏覽器的最新極前一個主要版本 就可以了 對 那如果有人要你支援到三個版本以前 那你就可以直直播發揮這份說 你看跌跌我一眼 對 你只需要支援 好比像說 我不能開我File Fox 因為他是太發白 好比像說Chrome 目前是84 那你支援84跟83就可以了 嗯 對 對對對 所以IE的部分就是 後來他們有講 那IE就到IE11嘛 然後我們心裡是覺得說 哎 其實真想把它更出 但是我們還是覺得說 OK啦 就是compromise 就是大家吐息一下說 至少大家 他們覺得說 自己願意到IE11就好 然後我說 好吧 這樣子 對 對 就是說你如果要擴大解釋的話 IE11就是Edge的上一個版本 對 因為因為Edge沒有什麼在編號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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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蠻強的 對對對 那他不知道這個是有道理的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只是一紙公文 去說按照國發會的這樣子一個 政府網站服務環境規範 IE11可以解釋成Edge的簡易版本 而IE10過在以前就再也不用去支援了 那這個確實是我們可以幫忙的部分 所有的服務項目 對 哦 太好 太好 對對對 所以 所以我具體建議就是多去先看一下 政府網站運鏡的平台 然後因為我們跟這一組人 就是國發會的資管處 是相當的密切的互相合作 所以如果你覺得裡面的哪一個解釋 你希望能夠更清楚的告訴你的案主 或你的案主的案主的話 那這個因為我們現在是講話都是有記錄的 你甚至可以直接到這個影片的第幾秒 好 來 quote 我講的話 那 然後如果承辦就是有不同的想法 或者是他有一些還是有疑慮的部分 他希望能夠國發會把他在這個網站上寫得更清楚 那這個我都是可以討論的 所以都沒有問題 對 我們之前有過相當多次這樣子的經驗 所以就這樣子 對 那政府數位服務準則更是 把大概我們實務上面比較能夠做得到的設計思考 跟先期的就是太守式的這種設計等等 大概都也有放進去 好 所以那個如果就是 而且他有個子評表 理論上儘管要自己打購的 對 所以那個也建議就是多稍微看一下 現在好像叫指引 對政府數位服務指引 那那個指引本身是有一點乾 但是他的附件三就是發展配套措施 以及他的敏捷式開發建議署徵求參考範本 以及對於公務跟人事人員的自評表 這些倒是真正的 就是如果你都照著做的話 那大家都會很方便地讀的事情 所以這兩個資源可能有空的話可以看 好啊好啊 非常感謝 因為之前不知道我這個 如果知道的話就辯解很多 是的 對 那像那個剛才我們有提到說 像 API的開發 就是建議說用Swag這樣子 但Swag其實 對 我們就是提到他們說 這是雲端的 他們就有點疑慮 沒有 他到底跟雲端有什麼關係 他就是兩個系統中間 對一個鞋庭而已 一個交換格式而已 對啊 我從天裡說明一下 因為這件事是我在教室 當初一開始在談的時候 就是有提說要使用類似的工具 那我就提了這個 對方的窗口 後來回應就是說 政府專門的開發 就是如果要使用第三方的工具的話 就必須要有一個 不過這不是第三方 就是我們國家標準 共通性應用程式介面規範 它是這樣回應我 是這樣回應我 就是說 要不要 就是說你要用一個 額外的在那個 不過他講的也沒有錯 因為Swag是等於OS2 但是我們的國家標準是OS3 好 就算你們的版本太久了 OK 然後 但是 它應該有一個自動轉換器 就是你把Swag的文件丟進去 它可以上OS3出來 因為OS3是它一個目擊盒 然後 OK 對 就是說你找共通性應用程式介面規範 這個是2017年6月 我們就請國家販案委員會頒布的 那 當時是冒得也很風險 因為當時OS3還沒有正式頒布 所以變成我們比Linux Foundation還要遭 哇 還好他們最後沒有大改 不然我們就不知道 怎樣 對 跟我的挑戰是一樣 對 所以我能找得到資料去告訴他們說這個人可以用 應該就是說你就不要用Swag這個字 我們當時也是確實因為我們要把它本地化 所以我們是真的把它叫做共通性應用程式介面規範 對 所以這個一聽起來就很在地 雲端一點關係沒有 這是兩個應用程式之間你要共通的介面 所以類似是一種你寫說明手冊的結構化方法 對對對 就是你本來就要寫說明手冊 就是接取API的說明手冊 那如果你願意 用Markdown寫 然後前面都加上一些路徑 這個手冊看起來就機器可讀 那我們還特別在這個招標的規範裡面去講說 如果你只是讓人可讀寫 但是卻不願意讓機器可讀寫 而你的開標案的這個機關這樣要求你 你說如果要機器可讀寫 那我們要收你四五倍的錢 就是API first的開發 那很不幸的你可能會被disqualify 這就好像一個說我們只能給看得見的人用網站 但是看不見的人我們就犧牲他 或者你要給我五倍的錢 那這個在我們採購裡面這個是不行的 對那所以這整件事情就是OpenAPI相關的標準 那其實我們是放在不只是技術的部分 也放在工程會的資訊服務採購契約版本裡面 那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很清楚 就是說只要有介面開發或介面整合 那就是要按照OS3來辦理 那這個是in 所以沒有什麼別的空間 對那所以這個詳細的文字的話 當然其實你找OpenAPI 然後找我們辦公室pdips就會找到 那是整個嚴格都有 那包含就是到底怎麼來的 為什麼說明會 那時候我跟個地方跟中央的資訊主管 一個一個解釋說為什麼這個跟云端沒有什麼關係 這樣子所以這些都可以引用 網路上面都有 哦他有 我可以引用給區內看一下 對 對 因為這些其實就跟採購法任何個性一樣 就是你要採購人員願意用才有意義 對他不用我們也不能逼著他用 因為我們的文字是說 他會不會跟應用程式的介面跟整合有關的 應該要來用OS3 但是只要他判斷是無關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拿他 對 但是事實上是有關嘛 你多個系統介接 甚至是你剛剛說 如果我的手機已經不會再有App了 那我就是要透過PWA或什麼方式來做這個網站 那你這個中間沒有API介接沒有人相信的 對啊絕對是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好啦 就是也歡迎CZ我啊 如果你要跟陳凱人聯合 哦好感謝 CZ我有一天用 謝謝謝謝 因為他們目前交付所所扣的API是寫在Word的文件貼上去這樣 我理解嘛 我理解 我理解 因為為了文件這個他們已經付了授權費了 但是 我們不說為了授權費 當然也不一定啊 說你看到LibreOffice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已經知道怎麼樣編輯了 那但是你給一個OS3文件 確實大部分人不知道怎麼編輯 對 那所以還是有一個門檻 這個是真的 那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從小學Markdown 沒有發明 對 所以這個還是要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說這個編輯上並沒有特別困難 那他不管你是用YAMO格式還是JASON格式 其實你還是可以很容易用一個樹狀的編輯器 有很多第三方的等等 而且這個是國發會頒布的 那有一個很明確的就是那個韓的號 這個發字字第1061501003號韓 所以如果對這個有什麼 不滿的話 那麻煩去看那個行 這樣子 大概就用這樣的方式處理 太好 太好 想要進一步詢問一下 關於那個無障礙規範的事情 對啊 因為無障礙規範據我們所了解 從W3C那邊去翻譯過來的東西 但是就是說在現在的立場來講的話 這個標準是不是有些設計領域的人會覺得說它反而阻礙設計的一個 idea 就好像你寫一首實料押韻是一樣的 不用押韻就好了 但是我想規範規規範 原則規原則 對就是說可感知可操作可理解 然後第四個文件對不對 就是要文件 這四個我想對設計師來講 它不是比較像你剛剛講的那個基本價值的東西 所以我不覺得說可以犧牲掉吧 可以犧牲到就好像是說 我只能用Flash Live做動畫 所以API都跟我沒關係 等等的這樣一個講法是不太妥當的 那但是那些很實際的所影規範 好比像說替代文字 那替代文字確實對好比像說是因應為主的文章 就會產生困擾 那當然現在理論上因應為主的 你也可以很明白的用一些AI模型去產生 就是有點像說明性的替代文字 圖片中有人有房子 什麼之類 現在用臉書的大家都知道 替代文字所產生的顯然沒有花任何的成本 但是如果它是影像 而且尤其如果這個影像又沒有配聲音 本來沒有配聲音 那這個確實替代文字就很難產生 那當然你可以就是花錢去租一下過往的GPU 然後跑一些AI演算法去口述影像出來 那但是 但是這是比較難 那這個很多時候就要重新來錄製 那這個確實是會墊高成本 這個我理解 那如果還有什麼別的就是除了替代文字之外 別的這個你們做起來會困難的也可以麻煩說明一下 就比如說應該是講說比較形體化 比如說我知道現在有一些政府網站當然在選擇的時候 它會加一個提示 那那個提示很多我們常見的就是以那個黃色的虛線的框框做一個標記 對 那我們大概知道說像我們在做那個英國設計規範的時候有參考到說 欸這好像是用一樣的 那我們就會擔心說無障礙規範是不是就強制說 欸你就是要用這個東西長得一樣 對 但是我們會想說這是一個形式 它的意義在於提示 那在無障礙規範裡面是不是應該是要的是那個意義存在 而不是那個眼睛看得到那個形式存在 對對對 就好像說欸你如果不是用黃色虛線的提示 你就不會過這樣子的可能性這樣子 應該沒有吧 應該沒有 我沒有看到這個眼睛 嗯 就是說至少我沒有看到黃色虛線這四個字 哦 有出現在這個規範裡面 當然它可能是說包含這個鍵盤可操作跟可導覽 對 這兩個是主要的 對這個是會有 是主要的 那但是當然就是它在人的複冊的時候 它的重點還是說你用閱讀器 或你用別的東西的時候它可以很明確的差距 對但是應該是沒有到說要用黃色虛線的那個程度 對 所以應該是還好 其實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問題是在英國跟美國 他們的政府都有發布一個他們的高門的design guideline 嗯 那台灣未來會有嗎 嗯 我們政府數位服務指引其實是比較高一點位階 它是如何去design的 guideline 哦 它不是你都要這樣design的 guideline 哦 那這裡面有很多原因 像英國之所以會有那個 也是因為就是華爾街金融危機 然後導致各國財政緊縮 然後導致各個部會都沒有辦法維護自己的數位網站 然後導致說所有的人都只能出API 然後讓GDS來整合 那如果GDS整合全部的東西 那當然它愛怎麼設計就怎麼設計 而且絕對不會想要別人用不同的設計哦 所以它就有一個實質的控制權 那對 他們那時候說他們這個GDS最大的幫助就是財政緊縮 哈哈哈哈 對那那但是台灣沒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的向上集中的服務也好 營運也好都是到二級級關就是到部會級 就是好比像說一個局或一個鼠 它確實是要集中到可識別的到那個部 但是部跟部之間呢 因為都有就是蠻充足的設計預算 所以不會有人想要就是 就是讓它的identity不見 了解了解 因為不同的部會其實是代表不同的價值 對那如果價值都一樣 就是足夠整併就好了 所以事實上就是它的那個強烈的標誌 包含顏色啊包含一些這個概念啊等等 其實並沒有特別想要其他部會來說什麼 對所以目前就是我常常是說我們32個部會 就類似31個NPO了 對那然後每一個都是有自己的理念 自己的目標等等 那當然有一個是要賺錢的叫做阿尼 對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現在在院本部 最多只能就是支援大家集中到二級 那那個就是至少那個部會裡面的三級機關 不要有不一致的就是體驗 但是跨部會的時候像登山或者是海洋這一類的 我們確實要協調就是大家都要有一個 SWIFE 滿一代客接受的這樣子一個 以使用者的體驗為主要的這樣一個流程 那如果沒有這個跨部會的使用者流程 硬是說那你跨部會要用相同的代替 這個是不穩的政治上不穩的 因為大家都就是蠻有錢的 了解了解 所以像 喔對你剛剛提到說 因為我們客戶勞保局最近其實有去上那個 古巴會的那個課程 對啊 所以透過那個課程其實也會一些 覺得可以在設計上改善的 我覺得這也蠻好的 可以感謝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也不錯 對啊不錯不錯 就是我覺得就是轉型的速度 就是從我們把這些最基礎的 包含採購啊 包含那個服務指引等等 做出來之後本來就是很穩健的 就是每年會多一些多一些多一些 那現在只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有一些部分也好不像說 那個健保快樂團被我們徵用啊 或者是就是官貿被徵用啊等等 那他們當然就忽然加速 因為忽然之間要處理一個 他們沒有想像過的量 對 那但是其他的大概就還是比較穩健的 就是每年幾個服務的這個速度 來更新 好 了解了解 謝謝你的建議 我希望這個上線之後是可以真的達到便利的 對對對 因為畢竟全台灣所有勞工朋友都要用它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那 同事有沒有其他想要提問的嗎 反正我都在這邊 對 小小小小就過來 對 我們辦公室在旁邊而已 對嘛 對阿 對阿 對走路過來 對對對 好啊 那我們今天就先這樣 好差不多 謝謝謝謝 謝謝 所以可以偶像合照嗎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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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